据美国媒体消息,当地时间11月15日,美国百老汇传奇影星卡罗尔·钱宁在加州兰桥米拉市的家中去世。 钱宁从上世纪40年代从百老汇走红,塑造过无数经典的角色,一直在舞台上活跃到90年代后期,是美国演艺行业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。 卡罗尔·钱宁,1921年1月31日出生于美国西雅图,早年是一位在美国舞台、夜总会、电视等娱乐节目表演者。 1941年开始她的职业表演生涯,先后在百老汇演出了《绅士喜爱金发女郎》《姑娘最好的朋友是钻石》等剧。